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 这是印度人的梦想 而印度人认为实现这一梦想的重要衡量标准 就是印度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印度一直在为这个梦想而努力 随着印度经济走量的提升 以及人口数量的剧增在未来数年内 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印度信心愈发充足 经过多番准备 印度欲在2018年开年奋力一搏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最终确认秘鲁、波兰、科威格、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和荷兰 这六个国家正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 而性侵爆棚的印度代表却认为脸面尽失 奴儿退场 而中美俄英法代表则眼神交换 相识一笑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印度在新年的第一天就遭遇尴尬 不仅没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就连非常任理事国也没有印度的位置 梦想与现实当真是如此残酷 印度的大国梦又一次破碎 长期以来 印度人都以为自己应该是常任理事国的一员 甚至在2017年末 印度媒体已经开始为本国坐上六场位置而发预热新闻 但五场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位置稳如泰山 不可撼动 非常任理事国也同印度无援 日本、印度一直以来都想方设法成为常任理事国 背后缘由就是这个位置是大国的象征 再就是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可推翻联合国任何决议 印度和日本对这个位置是眼禅已久 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自己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可是信心满满 印度大表言之凿凿地表示 首先 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 即将超过中国 国内市场庞大 全世界都离不开印度 其次 印度经济年增长率长期稳居全球前十 是当之无愧的超级经济体 最后 印度是世界公认的军事大国 可当小中国 还拥有核弹头 光从法理上来讲 印度入城就困难重重 最关键的是 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还拥有一票否决权 话就点到此处 各位看官自己去体会印度入城的难度 中国在联合国接连投16票否决权 美国气坏了 曾经 中国为了一件事和美国硬杠 连投16票否决 直接令西方阴谋告吹破产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众所周知 联合国有五常 也仅有这五国具有一票否决权 依照安理会大国一致的原则 但凡有一票否决 提案都不能通过 因此 一票否决权分量非常沉重 在历史上 美俄英法是行使这一权力最多的国家 超过了总次数的90% 而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行为之后 中国仅仅行使了12次否决权 显得格外的审慎 也格外的负责任 不过 中国一旦行使该权力 则非常霸气 绝不会为任何利益作火携 曾经为了一件事和美国硬杠 连投16票否决 直接令西方阴谋告吹破产 西方恨得咬牙切齿 那么 这究竟是什么事让中国这么一份填膺呢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在联合国最有实权的体现就是 拥有在实质问题上的一票否决权 为了防止联合国向国际联盟 一样因为大国的不服从甚至退出而土帮瓦解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置了常任理事国和其否决权作为制度基础 联合国宪章的设计者希望 通过赋予二战五个主要战胜国以至高无上的否决权力 消除大国退出联合国的动力 中国在国际社会一直奉行低调务实的原则 对于这个一票否决权 也是非常谨慎 尽量少用或者不用 永哥查询了一下 从1997年到2016年 大约20年时间内 中国在联合国动用一票否决权 总共才八次 这就是说 我们的联合国代表 两年多才有一次机会按动否决的按钮 不过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中国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连续使用16次否决票 让美国苏联这些大国都目瞪口呆 那是在1981年 当时 联合国选举联合国秘书长 参加竞选的有两个人哭声最高 一位是上任联合国秘书长 瓦尔德海姆 一位是坦桑尼亚的常驻联合国代表 萨利姆 瓦尔德海姆与中国关系还不错 1976年1月 周恩来总理逝世 瓦尔德海姆决定在联合国总部下办其治癌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协会后 瓦尔德海姆还主动提出 让中国多派些人到联合国来工作 可是 中国与萨利姆的关系更好 1971年 中国恢复联合国中国合法席位的时候 萨利姆竟然在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兴刚采烈 手舞足蹈 由此可见一斑 可是 正因为萨利姆与中国关系很好 美国非常讨厌他 选择支持瓦尔德海姆 于是 局势一下子就明朗下来 中国支持萨利姆 美国支持瓦尔德海姆 这样 中国就和美国面对面干上了 10月27日上午 安理会举行关于秘书长提名的第一轮投票 结果显示 萨利姆得11票 但有一场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瓦尔德海姆得10票 与萨利姆一样 瓦尔德海姆也有一场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是实质问题 必须获得安理会9票以上 且没有常任理事国否决的候选人 才能够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 所以 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都没有成功当选 进入下一轮 在此前 邓小平对中国代表团指示 要否决到底 一否到底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 中国代表团在接下来的15轮投票中 连续15次投票 否决 瓦尔德海姆 当然 美国也连续15次否决了萨利姆 最后 为了打破僵局 联合国安理会出台了一个果决方案 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两个都退出选举 秘鲁著名职业外交家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 嗯